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決戰主流 那麼在這個中秋長假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你看到大盤指數要逼近8300點了 雖然在中秋長假的時間裡面 美國股市QE 真的是跌破一堆專家的眼鏡 美國QE沒有收縮 持續這個動作 為什麼美國這麼做 你有沒有想過 美國的經濟付出力道強不強 不怎麼強 美國的QE政策 它持續下去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你很關切 接下來呢 接下來包含了這個禮拜四 台灣的央行理監事會議 禮拜五摩台結算 然後29號又有遊行 又有一些抗爭活動 甚至9月30號 還有美國要不要調高舉債上限的爭議 對不對 這些的內容我們先不要講太遠 最短的時間裡面 上個禮拜大盤還沒有這個中秋節收盤之前 來 我節目上跟你講什麼 我說9月23號全面開放信用交易 充量的第二件 不怕你放空 滾量更有力多投 我講了幾遍 今天成交量比禮拜三 多了16個% 這個量能還不算是正式攻擊量喔 如果大盤指數衝上8300點到8350點 周線的下降壓力線 同時成交量擴大到900億1000億以上 你說大盤指數 人氣信心忠實戶大股東會不會回來 當然會 那麼關鍵的重點是什麼 你想想看 美國上個禮拜三 QE不收縮的時候 道瓊衝上15709 再創歷史新高 美國道瓊再創歷史新高 納斯達克 衝到3798 再創12年新高 美國QE政策 我之前不管是傳真稿 還有我的講座裡面 我告訴大家 美國為什麼QE一次兩次三次 不收縮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結構 各國的政府 甚至美國 他們華爾街金融的軌跡是什麼 來 我們看這張圖表 美國QE寬鬆貨幣政策 低利率的環境 誰最有利 是政府耶 這不能講得太明白 通膨持續 誰最有利 是政府耶 你想想看 低利率環境之下 你錢存在銀行裡 你拿了多少利息 誰付的利息最少 通膨持續之下 誰還的本金還的最少 這個邏輯觀點 你如果想不懂 你永遠不知道 這些控盤手在想什麼 就像我上禮拜二 我跟你講說 德國股市繼續創歷史新高 現在德國總理繼續第二任連任 繼續創新高 意外嗎 你看到上個禮拜 德國股市再創歷史新高 從92年的低點漲上來 剛剛好 德國股市從低檔上來漲了三倍 三倍 那台股呢 台股今天拉尾盤 你說台股還沒到8300點嘛 成交量也還沒有900億 你所關切的政經問題 我都替你掌握好 上禮拜二 我跟你講什麼 控盤拉金融 上禮拜二 976.72 控盤再收紅 我說這個地方挑戰今年新高 你說可能嗎 今天你看到金融股 哇 盤前還給你出利空 結果一路拉上去 收在986.92 收最高點 金融創了兩年來新高 代表什麼 政策它很強力希望做多裡面 你看到證交稅8500點 這種天險已經拿掉了 然後政策衝量第二件 盤下可以當衝放空 你以為這個地方 就真的讓你去放空嗎 為什麼今天的盤勢 甚至接下來很多中小型股 尤其是低價股 大股東奮力一級在強攻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內容 我今天傳真稿上都告訴我的會員 你看到今天的OTC指數 創兩年來新高 大盤還沒有過8439點 電子股也還沒有過高 然後OTC 創兩年來新高 很多中小型股 尤其是低價的中小型股 大漲 這種結構 回歸到過去這麼多年來的時間裡面 很多中小型股 它不受關注的時候 不受青睞的時候 沒有量 股價是淨值在打折的 不管公司有沒有賺錢 有賺錢的公司也是一樣 淨值在 那個股價在淨值之下 還打個七折八折的 合理嗎 所以你看到盤勢 大盤今天漲83點 有沒有 漲83點 為什麼一堆股票亮燈漲停板 這些重點我在傳真稿上 會員你仔細看我的內容 我怎麼講的 關鍵的內容是什麼 你看到美國QE政策 它持續之下 不會馬上又收縮了 市場資金又開始找標的 找機會的時候 來 這是我們會員傳真稿 9月11號 我告訴會員 歐美景氣持續復甦的情況之下 受惠的是航運股 來你仔細看 破洛提海指數 中秋長假大漲164點 這三天 大漲164點 漲了9.4% 8月份以來暴漲9成 這是不是景氣復甦的標的 這個現象你都懂 然後你也知道控盤 他很希望維持什麼 人氣復甦的熱絡 但是重點呢 你也知道說金融股 你可能琢磨不多 盤面上全值股 你也沒有買台積電 那麼這種股票指數拉上來了 什麼股票對你有幫助 當然還是股價漲得快 中小型的低價股漲得快 能夠幫助最大 8月份大盤漲上來到今天不過漲555點 為什麼很多中小型的低價股漲三成漲五成 我不要說漲了一支停板兩支停板 今天太多了 今天50幾打 是8月份以來很多股票漲三成漲五成 這個機會點 你要領先市場 要抓住主流 不是看到今天很多股票漲停板 就開始到處買到處去追 那明天沒有漲怎麼辦 又開始追殺股票嗎 絕對不是這麼操作 我馬老師推薦個股裡面 我會一貫性的 一直連續性的跟你做追蹤 這種盤面結構裡面 我也跟你說過 我的專長抓市場的主流 不是每天換漲停板的股票給你看 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講和春 講利基 一檔一檔推薦以來 有沒有先邀請你來做見證 邀請你來體驗 公開的兩百份五十份送給大家 當初和春送兩百份 8月26號27號 我講的基本面的爆發性 這個基本面的內容你都看到了 穿戴式裝置 今天頭版新聞台積電四座八寸廠 也要供穿戴式裝置 是不是 這個主流誰帶你低買 我馬老師第一檔帶你布局的時候 你認為不可能 不可能 當初我們帶你買的時候 十二塊多 十二塊多 押回來買 你說不可能 再來 十三塊多帶你低接 有沒有 十三塊多帶你低接 送給你資料的第二天 帶你買 九月三號壓回來 十四塊多帶你低接 是不是 買進以後 你看到我們這一路以來 河村漲停板 第二次亮燈漲停 有沒有 買進以後第二次亮燈漲停 九月五號第三次漲停 九月六號第四次漲停 九月九號第五支漲停板 有沒有大漲 這種主流股我不想每天講 但是你會發現 盤式的結構 為什麼中小型股越來越多漲停 政策強力做多 很多大股東 知道政府在做多的時候 正所稅八千五百點的天險拿掉了 然後中小型股票有信用交易 也可以當中也可以滾量了 你說你是大股東會怎麼做 很多股票是有賺錢的 有賺錢股價是禁止的 打七折打八折合理嗎 這種機會點 我們當初帶你買河村 上來也帶你賣 有沒有 帶你賣 然後帶你全部獲利賣掉 我們賣掉的目的是什麼 把握第二檔 我們河村做完這一檔以後 八月二十六號二十七號 帶你來做一個買進 八月二十八號還有十三點二五 從第一檔開始買 一路買上來賣掉 你看到我們河村做得非常成功以後 再來 立即 是不是第二檔股票 衝上去 再創破斷新高 那麼第三檔股票 我跟你說過 中秋強架之前 我跟你講 很多股票一檔一檔要發動了 但是我帶會員 我不是每檔都買 我跟你上禮拜三預告的 我要買河村第三 這兩個股 河村第三 今天我怎麼做 來我們先看 這兩個股的基本面 它本身是電子通路 上市公司裡面的經濟旺宏 一龍店都是它的客戶 八月營收 12.9億月增21% 今年次高 第三季獲利在八月營收廊上拉升 今年EPS挑戰2009年來的新高 公司獲利股價創這四年多來的新高 同時又跨足了生技醫療儀器 保健 研發純漢方藥品及保健食品 比如說像仙桃牌 這些屬於生技醫療的題材 還有房地產的開發 跟物業的經營業務 有沒有利多 公司很努力很積極的在賺錢 但是你會發現 股價呢 股價就是符合我所說的主流 中小型低價股 真的只很強悍 它的股價竟然是淨值的 打7折打8折 你說合理嗎 以今天的收盤價來看 上半年的淨值打7折還有早 合理嗎 這種情況之下 來 這是我早盤告訴會員的 智檔電子通路股 上半年0.31元 已經順利轉虧為盈 法人估計第三季有創新高的期待 公司跨足的生計 傳承了台灣百年藥鋪 人壽制藥的知名品牌 鮮桃牌 發展健康食品 那麼公司也要繼續跨入去營建業的房地產 怎麼樣做 低檔布局 再來 低檔發動的時候買進 我們買進以後 為什麼能夠強攻漲停板 這個漲停板不重要 重要是它的獲利 它的股價 它的位階 有沒有這個題材 如果沒有題材 今天追到漲停板 很多耶 明天會漲嗎 這些股票 來 我先跟你講 明天會震盪洗盤 這種神秘的擺盤 今天買進以後 跟著我們一起拉上去 一起神秘的買盤 一起參與 今天買進就漲停板 明天會震盪 我帶你做切入 不要說漲的時候 當初在河村買進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 買進的時候 你認為說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結果大盤漲500點的時候 它漲了7成 現在河村第三 再來 剛開始發動 明天有機會拉回來洗盤 我帶你買 不要說我沒有跟你預告 因為這個機會點 你仔細看 它今年的獲利 挑戰2009年來的新高 獲利挑戰新高 股價跟之前2009年的高點 差多遠 不要說2009年的高點 股價跟淨值 打7折 還有早 這種情況之下 它的本業 8月營收量力 電子 生計 房產 這個地方有沒有條件 更重要的 低檔剛發動 明天會做拉回洗盤的時候 我帶你做低階 要好好把握住機會 你要抓住兩個重點 怎麼樣跟上我馬老師的腳步 核村第一 你錯過了 這個核村第二 你又錯過了 這檔核村第三 你不要再錯過了 跟我線上助理 直接來聯繫 跟上我馬老師的腳步 甚至你手上有些弱勢股 你看到今天盤面上 有些股票反而是往下壓回的 要太弱換牆 我知道你手上很多 這種股票如果9月份以後 它的營收業績沒有這種成長動力 要太弱換牆 怎麼樣的太弱換牆 換到核村第三 跟我線上助理聯繫 讓我馬老師來幫你 好好把握住機會 進一段廣告 我們馬上回來 生機其實一點都不麻煩 因為我有秘密武器 精深高粒人參精華液 18種豐富人參皂肝精華 人參料理我全靠它 養生之道只有精深之道 老師好 老師好 好 媽媽這支精深很好 因為有你照顧我 養生之道只有精深之道 前幾頭顧馬分析師 九龍爭霸專案 鎖定主流領軍骨 強鑽主身段獲利 請你再次0227726855 0227726855 馬老師 因為縱橫業界16年的名師 現場以股家心理念 操作主流股 懂得順勢掌握 主流大群勢之變動 其閃亮技巧的實戰口碑 以正市場公認的仕途老馬 告訴你 將股市投資交給他 將自從千檔股票 找尋治保 及避開轉折風險 唯一選擇 速播主流專線 0227726855 27726855 前幾頭顧馬分析師 九龍爭霸專案 鎖定主流領軍骨 強鑽主身段獲利 前幾專線02227726855 02227726855 緣分析師 爸爸 鵝排清理窗 專利複的濕的是倒快 神秘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牢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擺有 歡迎回到決戰主流的現場節目 盤勢大家都看到了 投資朋友指數到今天 從7737漲了555點 你錯過了大盤這段的漲幅 你錯過了大盤這一段時間 很多中小型股大漲 結果呢怎麼追回來 我馬老師的專長是什麼 帶你去買主流股 7月底我講的行動大商機 第三方支付 這些股票你都看到了 你要領先市場 不是要先抓住主流嗎 怎麼樣買進 賣出 實現獲利 這不是獲利的秘訣是什麼 這個關鍵重點 你回頭看一看 8月份9月份 我有沒有帶你去抓市場的主流 這段時間你都看到太多次了 包含了升科 代進代出 我都給你看過 摳訊江波 九大有沒有 做完一檔再換一檔 甚至包含 台虹 代進代出 連展 很多人說蘋果股不會漲 不會漲 連展為什麼我們買進到賣出 這一段又賺到了 第三方支付的精神 還不是賣的最高點喔 我們賣掉了準備下一檔 不是更好嗎 甚至連偽權店 8月份我告訴你的主流 一檔接一檔的做 然後到8月底 我們把前面的股票賣掉 代會員代進代出 很多節目上你看不到賣點 為什麼 跌了 繼續抱著 然後呢 漲了又拿出來 這些關鍵的重點 為什麼我賣掉以後 我跟你講核春 6215的核春 基本面看好的利多內容 包含股價的位階點 8月26號27號 送給大家200份 要大家來一起做見證 來體驗 你都看到了 核春真的漲上去 我們低檔 也真的帶會員一路買上去 剛才給你看過抠訊對不對 12塊多買 13塊多買 14塊多一路推薦上去 到了18塊4附近 賣出 剛才也給你看過抠訊 甚至連利基 核春第二的利基 剛開始發動的時候 9月13號在這裡耶 9月13號T字線 剛開始發動的時候 我送給大家 跟大家來結緣 你看到上禮拜 利基又在創破斷新高了 9月13號我發動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當初利基我蓋牌的時候 技術面基本面 洗盤固局拉回來買 9月10號9月11號 真的有拉回來可以買 9月12號小漲了 洗盤要再上了 9月13號還記不記得 我說我沒有賣 我這個地方掌停板 我沒有賣 你放心 還記不記得 我9月13號 我節目上還告訴你 倒梯字線 拉回洗盤布局 第二天還有回到17塊4耶 9月13號我怎麼推薦利基的 我們請導播放一段 9月13號的VCR 讓你看看我當初怎麼推薦 導播請 這邊我會員沒有賣掉 你放心 我會員沒有賣 為什麼壓下來 是你的機會 我給你看它的日線圖 周線的結構是這樣子 基本面不用講 你都看到了 來 你如果要了解 基本面更進一步的內容 把我的資料拿回去看 股價壓回的時候 周線突破拉回 你看看 我們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 拉回來買 拉回來買 今天工漲停擺 壓下來 股價的節奏 你仔細看 不是那種大漲一大段 叫你去追 基本面的利多 有沒有條件 這個基本面的內容 光是下半年 比上半年成長五成 股價又在低檔 你仔細看它的結構 是不是在低檔 然後呢 八核心處理器 相關的產品 打入中國市場 這有多大的空間 甚至第二奈米 那個第二核心的奈米銀技術 觸控筆電的市場 明年 後年 大成長 我們會員買進的價格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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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高 跟現在的成本 很近 我不是叫你去追漲停板 追在這裡高點 它跟我們買進的成本 還很接近 怎麼樣把握 有沒有 9月13號 我當初怎麼推薦 核酸第二的利基 你當初看的時候不可能 這個T字線 有人叫做墓碑線 倒T字線 不可能 結果呢 供漲停 供漲停 創新高 9月14號 9月13號送給大家 9月14號 17塊是供漲停板 14號 供漲停 16號 禮拜一 再供漲停板 真的衝上去了 到了9月17號 最高來到20.85 有沒有 這些我都是送給大家的 那麼這兩天 利基壓回來洗盤 洗盤什麼時候結束 什麼樣發動 滿足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當初我給你推薦 這個6215的核酸的時候 漲停板壓回來洗盤 壓回來洗盤 然後呢 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 後面三支漲停板噴出 這種結構 你看到前面這一段 你都看到了 那麼利基呢 在洗盤的過程 什麼時候結束 什麼時候在發動 他的第三波主生 怎麼辦 怎麼做 這最重要 你如果錯過了 核春 當初我們所講的內容 有沒有 當初我講的核春 這一段大漲七成 核春第二 利基 你又錯過了 那麼核春第三呢 來 看好哦 核春第三 基本面的條件 你看到八月營收 月增21% 今年次高 法蘭估計第三季獲利 今年會大成長 有機會挑戰今年的 2009年來的新高 同時公司很積極的跨足在 生技醫療 保健食品 這些的內容 還有房地產的開發 物業的經營管理 為什麼我告訴會員 這些基本面的題材 買進 有沒有 一出手 跟著這很神秘的買盤 一起鎖上掌停板 更重要的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 我規劃 明天還會再一個洗盤 明天會震盪洗盤的時候 我帶你切入 不要說沒有跟你預告 當初河村 立即有壓回來 開始發動洗盤的時候 我都跟你預告了 後面大漲上去 那麼接下來呢 河村第三 今年的獲利 挑戰2009年來的高點 不要說2009年來的最高點 它的骨架 跟進值的差距 就差了多少 這個機會點 你現在要做的兩件動作 第一個 怎麼樣跟上我馬老師的腳步 跟我線上助理電話 直接做聯繫 跟上我的腳步 第二個 你最關心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不漲還跌的 怎麼樣太弱換牆 換到我馬老師的河村第三 讓我馬老師來幫你 把握廣告中的電話 跟我線上助理 讓我馬老師來幫你 好好把握出機會 也祝你明天操作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代表我們早晃 灑了一個O 灑了一個O 還有千千萬萬個O 灑了一個O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发了一个吧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革乐的威胁 回了我的家 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 人生不爱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 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 全景投顾 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 结合心理 财望 产业 技术各个面向 在信息万变的苦海中 带领各位杀出重围 获利致富 前面前景 前程四景 苏波服务专线 你们啊 2772-6855 2772-6855 目标